这些事件是什么来的? 蛤? 真的还没见过 好 可以了,出声 好吗? 有没有?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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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的助手 多发几板子 主要法官的判词 给我 所以我简单补充 究竟我法官的理据 以及我的观察 以及分析 以及反驳的问题 希望让社会能够两边看一看 一个公正的观察和结论 简单说 其实我们辩方最强的理由就是 是说 第一次搜船 和物品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发现到有毒品的 而整个过程也 由那些执法人员 邀请了几间电视台 和一群记者 是跟着整个船 拍摄来搜查的 而我们的说法就是 第一次搜查的时候 包括现在说 唯一找到毒品的背囊 其实都搜过是没有毒品的 整个船 包括背囊 所有的行装 都没有毒品 而是有一大堆记者看到的 好了 而我们也很辛苦地找到 一个电视台的记者 和我们的造证 就是出示了一些片段 现在那个法官在判词里面 他就这样说 他说 这个记者 他就说是找不到毒品 就是第一次搜查 但是呢 后来又真的找到毒品 除非这些毒品 就是被插装 但是这个记者 是不能够很确定 说这些毒品 他看到是怎么插装的 我想大家一听就知道 那个记者是跟着你去搜查 執法人员 找不到毒品 这个就是他的证供 但是现在呢 找不到证供 而突然间在 第二次 或者叫做 第一次之后的某段时间 背囊离开视线 然后找到 喂 那么 这个记者不会说 周围跟着背囊 跟着那些人 然后去看看有没有人插装 他只需要说第一次是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合理的疑点 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次就找到 而第二次找到的 有可能是插装 有可能 你可以说第一次 有可能是第一次 找不到 是不是 这个永远跟逻辑上 但是起码 就变成了 你的法官没有理由要求 那个记者 是看到哪个插装 以及很确定 他是插装 才是 产生合理的疑点 以至到 是 无罪 那么 我觉得这个就很 就是这个 这个要求 就是要求这个证人 或者辩方 能够 证明他无辜 证明他是插装 现在我们就证明第一次搜不到 所以第二次 在我们视线发为外 就有可能是插装 那么 如果有可能插装 那就有疑点了 疑点是你一规备被告嘛 其实他在 另一条 制毒罪那里 他就是用这个标准的 就是 他说 我找到那些器具 那我是不是找到这些器具 其他很多重要的东西找不到 那我是不是就够认为他是制毒呢 我觉得是有疑点的 所以我就 你一规备被告 无罪 但是这个呢 他竟然要求辩方的举证去到 就是说 我们的证人要证明是插装 他才会有疑点 还有 他在第二点 去攻击这个记者 他就说这个记者 事后呢 有报道这件事的 他报道这件事怎么说呢 他说 有毒品被发现 drugs were found 他说 如果你是记者 你第一次看到没有毒品 就是跟上他手船的时候 如果你是记者 你应该说 應該找不到毒品 都说 旁 那秒鐘就說,毒品被找到,但是有可能是插樁 他認為記者應該要寫這個可能被插樁進去 那個第一個報道 但是因為他第一個報道 只是寫,因為他是記者嘛 然後你最後警察說 受到毒品嘛 難道我報道說沒有受到毒品嗎? 我不能說,你現在是記者 我說了這句話,你就報道我說這句話 但是你不會說你報道警察說受到毒品 然後你自己加一句,不是的,其實我看到沒有毒品的 其實警察說是大謊的 他認為記者事後報道只寫一句說毒品被找到了 或者警察說找到毒品了 而沒有說他自己說,第一次看到沒有那裏 他說,所以就是他的證供不可信 OK 讓你明白為什麼法官會這樣 我其他呢 因為呢 律師還在詳細 分析著 因為他的陳詞是幾十板子 而法院的判詞也是幾十板子的 OK 因為這個是我們最重要,最關鍵的 辯護理由 但是竟然那個法官呢 他是用這樣的方式 分析了我們辯方的證人 然後就處理了 然後就說,我相信那個警察 或者緝毒處 他說他找到了 我們就相信他了 好 還有第二個點 這個比較小一點 比較小一點 我也說了 其中呢 那個法官有攻擊我們那四個被告 我們四個被告呢 我們的說法就是 有人在香港叫我們去菲律賓 然後拿著船回來 因為那個船呢 有一個人跟我們說的那個人 就是給錢給我們那個人 就說那個船呢 就被扣留了 然後 就現在放回了 就是放回了 菲律賓 於是我就去那裡 就 因為扣留了很久 那些船全都走了 不會在那裡等的嘛 於是我們那幾個就奉命去那裡 然後拿著船回來香港 又去大陸的 好了 那個法官說 你這樣說 有人告訴你叫他拿著船回來 但是 那那些船 是怎麼被扣留的呢 原本 為了什麼扣留呢 扣留了多久呢 你的詳情你都不知道啊 所以呢 我就不相信這幾個被告了 等於好 有人不叫你 譬如你現在去拿著船回來 那我 我如果不知道 那個詳細他怎麼樣 而不問 總之我相信你 你就扣留了船 然後 放回了 那我的工作就是去拿著船回來 上船回來而已 是吧 上船就看看那艘船有沒有問題 檢查一下辦法等等 那些東西 然後呢 夠不夠食品 夠不夠那幾天要回來的裝備 那就回來咯 是吧 但是你問我說 我一定要打破沙盆民族 都一定要問那個人 喂 你為什麼那隻船被人扣啊 什麼原因啊 扣了幾天啊 是什麼原因啊 否則呢 你就是可疑了 或者你呢 就是一個不可信的證人了 他說連你這樣也不知道呢 那麼 straightforward 的事情 都不知道呢 就是不可信了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法官 菲律賓法官會這樣分析這個證供 但是他就 特意寫了一大段 就是這個point 就認為是不可信的 OK 那麼 我暫時這個point是比較小一點的 但是首先第一個point是比較大一點的 那麼我就補充這一點而已 那不好意思我 今天內呢 因為我還有其他事情要做 我都未必可以再 把那幾十板子再分析給你 或者是跟律師再開會 所以我今天呢 可能到了這裡呢 今天我就只能夠講到這麼多而已 而這個也都是 我相信是那個重點 那至於呢 如果那個判詞那裡呢 你們如果可以呢 就去問一問菲律賓那個當局 他如果整份給你呢 我覺得對你們公道一點的 這樣 Mr. Toek could you explain just why you think the court the situation is unjust well of course there are several tens of pages of judgment but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our major defense our major defense is that on the first search of the vessel comprehensively in front of and under the witness of several news reporters nothing found no drugs are found okay and we are able to call appoint a reporter who go to court to testify that there's no drugs found on the first search however this was not accepted by the court the judge query the reporter to say that the reporter cannot categorically say this is a planted case that means the drugs are planted by someone and the reporter of course well he is going with the search team and no drugs are found that's what he can testify but of course he will not go along the ship and to look at all the exhibit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give testimony that who or a particular person has planted the drugs in the backpack where no drugs are found in the first search of course the judge is asking too much once there is a reasonable doubt that on the first search no drugs are found including the backpack of course reasonable doubt has been made and accused should be released I think that that must be the standard adopted by the court as this judge uses the very same standard in another charge of manufacturing Yeah Have I ever had the 4 for the denountain on the phone or else that the room is çok清楚 their their the decision is to be the on the phone but the 4th of the the commission in the of our in the of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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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my are looking at 因為他已經分別了,另一輛車再走了 但是我們呢,反正都去了菲律賓 希望再去監獄給他一點鼓勵 和和他談一談的情況 所以暫時,我自己是聯絡不了他們的 我助理也是正在去監獄 我們現在都在問究竟他現在判刑之後 終身監禁之後,那個監獄呢 當然是和之前的環壓,那個彤彤 我們還在問的 在律師的協助之下 你會繼續監獄他們嗎 當然,我的辦公室和我和我的家 都會支持他們 使用所有的資料和努力 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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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後來, 要知道 為何要有生命的 會不會很容易 幫助他們 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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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 會不會給他們 自己的 和 磁磁的 支持 他們 會不會有 這種勞 力 我只是這樣說, 我面對一個國家的制度, 我真的不敢說樂觀地這樣說, 但是我覺得無論如何, 法律我們要做,做得最好的案件的準備, 同樣,我也希望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真的看清楚我們的理據, 即辯會理據,證據, 以及法官現在出來的判詞, 究竟是不是足夠無合理疑點之下, 這個這麼高的標準,是判他們有罪呢? 我覺得,否則的話, 中央政府,其實特區政府, 必須盡方法去了解和協助居民, 香港居民,中國公民的得到公義, 在這方面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好,謝謝, 不好意思, 考慮上訴, 當事人會考慮申請回香港? 我不知道那個程序是否可以, 因為好像,如果沒有記錯, 鄧龍威那個案件, 我都問過他, 和他的律師那些, 如果你還有上訴的程序, 好像是不能夠申請回來, 換地服刑的條件, 所以就,如果你是真的換地服刑, 鄧龍威也是因為, 他其實很早可以申請換地服刑回來的, 但是他也拒絕, 因為他相信自己是無辜, 所以繼續呢, 是要上訴, 寧願在這裡等多, 哇,很多年了, 我相信十五百年了, 他是等多, 如果不是他, 相對來說, 他回來其實那個, 沒有那麼辛苦的, 但是他也堅持, 我相信這個也是那個條件來的, 那個原則, 所以暫時, 我們再了解這個法律的情況, 會不會有新的變化, 是不是那個例子有沒有改到呢? 如果沒有的話, 我相信是不能夠做到這個的, 好,謝謝